第1章 那接下來這是第一章 那我現在要跟你們分享就是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當然我現在重新整理 它其實不會有任何改變 因為沒有人去瀏覽嘛 對不對 那麻煩請各位喔 例如說你看我現在重新整理 它就開始重新去網站上開始抓 直接去抓GA的資料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還是63 那可是例如說我現在用我自己的手機 因為手機也可以看到網站嘛 麻煩你們也幫我點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的那個網站 真的這個重新整理真的很重要 而且接下來你還要去思考 那怎麼樣可以做到自動化 自動化 連這個重新整理都不用點 因為你現在是即時同步看到63喔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現在我的手機我現在去點了一個什麼什麼程式 然後接下來我去播放一下 好那理論上 因為我現在我已經有去播 我用我的手機來去播 所以相對的 假設我現在呢 再點這個重新整理 如果它真的是做到即時 OK 這邊這個63數值會不會改變 一定會 我們現在 因為之前也做過給你們看了嘛 重新整理 你看這邊是不是改成68了 呃 我要請你們稍微知道一件事情喔 它不可能每秒都去做同步 它會經過 例如說 假設 你想嘛 請問一下那個網頁 網頁上來去刊登那個股市的資料 你覺得它是每秒即時同步嗎 不可能 因為這樣的話會很浪費它的那個就是網站 它一直不斷去抓資料 你知道抓資料它要先去拼拼看網站上有沒有使用 好 所以相對的它會設定 例如說也許10秒鐘刷新一次 10秒刷新一次 那也許這邊Power BI它已經做到即時更新 沒錯 但是資料庫那邊還沒做更新 好 可是當我在重新整理 就是經過一段時間 這個數值是會變的 例如說我經過一年 經過一天 請問這個數值就一定會變嗎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張圖不用重畫 好 所以重新整理 我暫時先介紹到這個地方 就是 只要讓你們知道這樣一件事就好了 記住喔 這就是大叔去分析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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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